投資不迷路 老闆幫你顧 大家好 我是鑽爆雷老闆 同學今天怎樣 自己講 今天是不是很開心 12月我們第一個禮拜放假回來之後 這麼開心 等一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這麼開心 但是在這之前 雷老闆要跟大家講一下 12月10號有參加我們分享會的同學 你要注意 當天要筆記代好代滿 為什麼 等一下雷老闆跟你說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幾個族群 有哪幾個族群 有重店族群 還有什麼 全明星運動會族群 還有低軌衛星族群 那補充一下 今天的錄影時間是 2023年的12月4號 也就是Blue Monday 禮拜一 但是我們今天的會員跟同學一點都步步入 為什麼 我們重店族群 今天族群性怎樣 回來啦 雷老闆一直說 這個盤如果各個族群的資金有輪動 如果誰又能重新被輪到 那他就是重中之重了 而且這一次不是只有輪一支 今天是四支一起輪 好 我們等一下來講一下 很精彩 那今天因為12月剛開始 也就是怎樣 11月要來回顧一下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各個倉等的同學 11月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這裡就採用一張就好了 11月各個倉等的狀況 好像還不錯 不管是我們菁英倉的小資族 豪金倉的效率型 還是商務倉的產業型 這個狀況都不錯 同學自己看 看得懂了 所以什麼最貴 錯過了11月 就是時間最貴了 同學時間真的很貴 所以如果你是符合操作資金 是我們各大倉等的會員 同學記得看一下 200到400 400到800 900以上 這三個倉等的同學 我們上個月的狀況是這樣 但是這只是用一張的張數來算 如果用不一樣的張數 哇 豪金跟商務倉的同學 倉等狀況會更好 所以恭喜你們 給自己拍拍手 同學給自己拍拍手 真的 我們11月抓到蠻多不錯的股票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Podcast上線 所以QR Code掃到了 同學你要記得聽 我們很多集 隨時都能回來繼續聽 真的 我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今天這一集 雷老闆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會講到很多心法 所以如果你前面重點 你有這一波跟上的 還是你想要佈局低軌衛星的 或者是怎樣 你想要全明星運動會 我們還有沒有機會 等一下都會提到 所以這一集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要做的 記得分享給他們看一下 我覺得對他們都會有幫助的 我每一集的直播 我憑良心講 抓著良心講 但是這裡有麥克風 我們都是很有幫助 在幫大家規劃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今天的成千新聞 非常重要 因為要提醒你 提醒你什麼 第一檔是四季鋼 好 今天重點族群已經動了 閃電聯盟的四家重點四雄已經動了 那你會問我 風電雙新有沒有機會 所以同學 今天四季剛有新聞 你看第四季營收看持穩 毛利率渴望提高 對不對 所以每個月的營收都會維持在高檔 股價看起來有沒有機會 來 我知道你們又要雷老闆幫你看 我就幫你看 看得懂了自己看 來區間在這裡 現在靠近區間上緣 MA1參數在下面撐著 如果這裡有撐成功 接下來綠電族群加持 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是有一點機會的 同學是有機會的 以勝率來講 但是我也跟你講了 閃電聯盟裡面 我特別看好的是重點四雄 我上一次分享會就有講的 我的節目也一直有講 因為我們從什麼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從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你們還記得嗎 那一張 這一張 我從這一張就跟你們講定金 所以前面 來17號 上個月17號 那個禮拜五那一集回去看 雷老闆那時候就講了 為什麼 來11月17號那一集回去看 11月16號的也可以看 為什麼 我有跟你講 為什麼比較看好重電四雄 要記得回去看 知道嗎 好 所以閃電聯盟 我們要開始一檔一檔 等一下會來講 但是 你們問我封電 我就跟你說 是可以看一下的 好 那第二檔是誰 第二檔是今天陳真新聞 幫大家抓了天玉 為什麼 因為你們之前很緊張 天玉留了一個過高的上影線 老闆上影線怎麼辦 上影線不用怎麼辦 因為我那時候 我就跟你講 上影線要看他怎麼過 所以今天盤中是不是很洗 非常洗 還先洗到盤下再收紅 所以同學這很壞 可是我那時候就跟你講了 上影線要看是不是步步的走高 不一定高檔的上影線 就是爆量出貨 有時候是換手成功 所以4961今天一樣傳出好消息 第二季出貨陸系手機 我們都知道 前面我們因為陸系手機 我們找到了折疊機這個題材 接下來整個陸系手機要好 給大家一個參考觀念好了 你老闆很喜歡手錶 如果我的全部的收藏 我要留下來的 我只會收藏手錶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看人家戴手錶的時候 一個叔叔戴 我就很喜歡 我對這項東西很著迷 好手錶呢 我們再講一個 大家最知道的勞力士好了 前兩年要配貨 你要去專賣店買勞力士 他跟你說這支30萬 跟女生買愛馬仕包包一樣 要再配貨30萬 類似這樣 但是你有聽過手機要配貨嗎 沒有聽過對不對 但是今年的大陸 你要買華為的折疊機 要配貨 今年的大陸 第二家還有一家手機也非常紅 叫做小米 小米接下來會不會也要配貨 我不知道 但是小米現在銷售量非常好 所以來4961的天譽 第二季出貨陸續手機 哇 明年看起來成長最好的陸續手機 他也有份囉 產業正向看待 所以來我們看一下Boss Time 我們請導播放一下Boss Time 我跟你講那時候上影線怎麼說的 好那你接下來問我怎麼樣 壓力 這裡同樣有一個前高壓力喔 同學 接下來要怎麼過 我幫你看一下喔 天譽 來我們移一下 哇今天這個上影線你很害怕對不對 但熟知雷老闆的同學都知道 過高的上影線不一定就是爆量怎麼樣 來我問你 有沒有過去認為過高爆量上影線就是什麼 回答我 回答我 出貨 對不對 騙線 對我跟你講 很多時候不是喔 你要不要回去看看當年一百 四五十塊的材料 常常過高就是上影線 不知道過高幾次上影線 新日新日也有過高上影線過 所以同學 當天你不能判斷他是怎麼樣 但重點他還是留了一個紅K上影線 他的收盤價 哎呦 剛剛Boss Time 被你們先偷偷看到一點重點後面了 那個等一下會再放你看 掉你胃頭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QR Code 你要記得掃起來喔 我們這個QR Code 每天就有這些重點新聞喔 你如果已經跟隨雷老闆的 直播在看了 跟著我在天天操練了 來麻煩你這個QR Code掃一下 掃進去不會有你 只會給你更好的資訊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掃進來什麼都沒有變動 恭喜你 代表你已經在裡面了 好 所以4961你要記得看喔 最後一檔是元泰喔 元泰你看導入 減流程導入電池電子子智智智卡 非常老口 就是電子智智智智卡 好同學 他的族群性 雷老闆一再強調的族群性喔 族群性來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元泰喔 6143元泰 8069元泰對不對 但是他有一個族群性 今天一個好朋友 他的 政要 今天動了 今天動了 還不只動 今天拉漲停 那我們元泰今天怎樣 我們元泰今天還沒有動喔 但是呢 法縮會過後 來我們看法縮會是這裡 近期的低點喔 過後沒有繼續跌喔 反而是慢慢拉起來喔 MA1參數撐著喔 那這裡有一點壓力喔 如果這裡過的的話 又被同業的族群帶動 下禮拜是不是值得期待一下 對不對 這一根正要是漲停喔 今天拉了一根大漲停喔 大紅K同一個族群喔 所以雷老闆也在強調族群性喔 所以 主要是我會員的同學 如果你有布局元泰的 要看一下喔 因為今天族群性已經動了 但是今天族群性 動的最明顯的是什麼 一樣是要回到我們的 老朋友閃電聯盟啦 好啦 你們會問我 亞利長那麼多了 怎麼看 市電 中興電 華晨怎麼看 這裡擋檔 我們的會員同學 脫離成本都10%喔 在過去一個禮拜以來 所以我們如果提早布局的同學 我們都已經脫離10%了 什麼最貴 時間最貴 同學 你們的時間 加入老闆 空訓會員的時間 就是最貴的 最寶貴的 知道嗎 所以你看喔 重電視熊來 這個是12月4號的新聞 你有沒有覺得事成相似 雷老闆都不想念了 因為這11月15號的時候 我早就抓給你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需要看 12月4號的新聞嗎 你看今天你的成本 就差人家10%了啦 亞利就差人家30%了啦 那個誰 中興電也差人家25%了啦 我為什麼敢這樣講 我們等一下一檔一檔 秀抠訊喔 好 第一檔 來先給你看一下 今天這一個重電視熊 表現怎麼樣 中興電 來 今天我們底部的時候 還在加碼喔 126.5敘事待發 盤中收126.5囉 尾盤幾乎收在最高喔 敘事待發囉 你們最愛看的 來 我們基金槍的同學 亞利 白尺乾頭 再來一步 我們今天亞利還部分獲利了解 在盤中的最高點喔 真的是最高點喔 所以同學你有抠訊的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抓點位喔 因為雷老闆對於點位是極致苛求喔 等一下那張卡拿給你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次這樣1%2% 這樣差人家一點點 我做5檔我就差5% 殖利率一年有很多股票 你只要5%欸 你可能一個禮拜操作的好 你就1檔1% 一個禮拜5檔就5%了 所以你看喔 亞利今天白尺乾頭再來一步喔 72塊錢我們有出道喔 等一下秀抠訊 華晨 欸今天也是10%了喔 同學我們已經脫離成本10%了喔 我們也是低階接得很漂亮喔 313塊了喔 盤中313塊喔 穩穩過錢高 好所以同學今天檔檔都有表現啦 那市電呢 市電我等一下最後給你看 所以 雷老闆 在最近的一次日報 有沒有提醒大家要看市電 有吧 你們一定會問我說 為什麼是亞利先看 中興電先看 啊就是我們的產業邏輯嘛 因為去年他們就有點類似這樣子走嘛 可是後來市電都有追上啊 對 所以同學 要跟著雷老闆看好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call訊好不好 但是呢 只能先讓你看一檔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進一下廣告 我們來看一下亞利喔 同學亞利 11月8號就進場了啦 在這裡啦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重電士雄啊 每一檔都是在這個附近進場的啦 但如果你沒有雷老闆 你會在這裡進場 還是你會在這裡進場 你摸著良心自己問 如果沒有跳這一根上來 你會在這裡發現重電族群嗎 你會在這裡抱不住的時候發現重電族群嗎 我們一檔一檔看喔 我今天花多一點時間跟大家解釋 你們最喜歡講點位 我知道你們最喜歡講點位 所以同學 如果沒有雷老闆 你會買在這個地方嗎 你熬得過嗎 就算你有買你熬得過嗎 你看到這個參數一壓下來 你就想走了 但是我跟你說 有我買我們羅盤的 MA1參數很好用喔 所以亞利我跟你說 你這裡不要怕喔 我等一下廣告回來show 我為什麼跟你說這裡不要怕喔 為什麼今天這一根會再過高喔 我們先記一下廣告喔 廣告回來 蕾老闆跟你講一下重電四雄 要怎麼樣持續關注 好同學 我們先來看一下亞利喔 然後亞利晚會有一個有趣的插曲 我等一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喔 亞利老闆上個禮拜有跟你講喔 這裡還不用怕 因為這裡會不會過 因為上個禮拜有人看到黑K 就開始怕了對不對 這裡有一根黑K 你們有看到嗎 哇高檔實質啦 要變盤了有沒有 漲太多了啦 短線其他的 那個重電沒有漲那麼多 就他在漲 我那時候就跟你說什麼 我跟你說他要繼續漲 要看族群性 他能不能過這裡 也要看族群性 所以來 我們來看一下Boss Time 看一下我上個禮拜怎麼說的喔 我上禮拜就跟你講族群性很重要喔 好那你接下來問我怎麼樣 亞利 這裡同樣有一個前高壓力喔 等同學 接下來這裡要怎麼過很重要喔 我認為怎麼過最漂亮好不好 你想一下你覺得怎麼過最漂亮 族群性三個字給你 提示一下 好我認為 他如果要過 另外三隻喔 不要插他太遠 他今天是自己一個人漲很快喔 如果明天或下禮拜一 其他三檔 重電四雄 包括另外一個沒有列進來的東元 都一起漲上來了 這個時候才有族群性帶動喔 同學 所以呢 必須輪漲 這就是為什麼雷老闆 喜歡族群性的原因了 你只有一隻在漲的時候 你沒有其他人可以比較 但如果明後天 其他兄弟們也跟上了 齁齁 就舒服了 所以亞利同學 我們11月8號開始 開始到現在了 中興電最近雖然漲了很多 但是 記得年初中興電漲完 才換四電 和誰 和華晨開始大動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多了充電裝題材喔 接下來如果四電 華晨出來開始跟你講 我明年的充電裝不錯 我明年的重電也不錯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補漲 會不會 我就跟你說重電有族群性嘛 來 中興電 看一下中興電 我就一步一步帶著大家 所以同學 你要去回顧 四四雷老闆是直播的時候 每一集都有把每一檔重電都交代好 包括哪裡是關鍵的價位 還有哪裡是 可能是很多人在看的成本 還記得吧 有一集我一直畫一個地方 就跟你說 大家進的成本 應該都一樣差不多啦 所以真的 如果這個族群要輪回來要漲 你們真的不要怕 我那時候還拿著棒棒在那邊指 那個區域 你們還記得嗎 我要你們思考 我命令你們思考說 如果大家都是把說會進來買的 那大家成本大概都在哪裡 今天如果還能 跌到這成本附近 或者是跌破這個成本 你又認同雷老闆講的產業趨勢 那你要不要進來接嗎 所以我的邏輯很簡單 但是是長期十幾年來的產業經驗 你們聽都是聽結論 但如果今天不是雷老闆的話 我沒有跟你講這些結論 你不太可能 進在我跟你講的那些價位 你甚至不會在那裡思考 我們就來看看 接下來三大法人 有沒有陸續買超重電族群 這個也很重要 那時候我也跟你說 中芯電 這算了 等一下留在後面跟你講 我們先來看雅力 把雅力講完 所以雅力我們11月8號就開始了 今天已經波段漲幅超過三成了 我們大概均價在52到54 同學 52到54就是這個平台 你最不願意面對的平台 當然我們到今天 我族群星一來 我獲利了結部分 轉入其他重電 我沒有全走 因為它畢竟它是領頭羊 這一次它是領頭羊 但是呢 部分轉入更有效率的 哪一檔最有效率 你自己看一下 好 所以雅力交代到這邊了 因為新聞什麼 現在寫的都是11月中的新聞了 那你老闆 華晨你怎麼也知道它會漲 同學回想一下 我是不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也跟各位講 把我的邏輯拿走 重電族群是去年第四季開始動 跟今年的時間軸 跟今年的時間軸 如出一折 如出一折啊 因為政府又開始編列預算了 電子股又輪動過一回了 又有點不知道找什麼了 想要來找 看得到獲利的題材 好 所以來到了傳產的重電族群 我那時候又跟你講什麼 華晨在上一波 它是領頭羊 所以呢 一定會輪流動 所以我剛剛那個個股VCR有沒有 個股輪漲 那我是不是跟你說 如果它另外一個題材 充電樁動了 那你要小心喔 如果飛鴻前面有動的話 這個有動 那你就要去看說重電四雄裡面 哪一支有充電樁喔 結果是四電跟華晨喔 所以華晨 你看 而且它的股價是最強勢的喔 但雷老闆就要問你啦 如果沒有 雷老闆 你敢在這裡買嗎 這麼多黑K之後 你敢進來買嗎 買了之後你抱得住嗎 這裡又一個上影線 你抱得住嗎 很多人可能出在昨天 上個禮拜晃一下 又開始緊張了 然後今天這根就錯過了 所以我們兩百多少 兩百八十塊進來買 有接到 11月27號的時候 在這邊 接到之後 來 自己做特效 五天剛好平均一天漲幅兩趴 兩百八接到今天三百一十三 所以同學 時間最貴 如果你還在那邊看的話 如果你是雷老闆的 摳訊同學 我們早就提早布局了 真的是11月我們真的布局的很漂亮 剛剛前面有秀給你看了嘛 所以你要小心喔 要注意喔 好 但是呢這裡 等一下稍微插播一下 有了 重店族群我們都布的不錯對不對 那就有人說 上禮拜我不是說大家可以留言嗎 因為那一集比較輕鬆嘛 然後就有人留言說 欸老闆 想要知道一下店長最近 那個賠錢的狀況如何 所以你們真的很壞心 我跟他講 店長沒有賠錢 他只是賺錢回來的時候 他的那個標的回來的時候 像前面的亞信 洪潔科 他撐過了最難好的那一段 但是呢 只要股價漲回到他成本之上 他就受不了 他就抱不住 你不要笑人家 很多時候你們也是這樣喔 你們 股價在跌的時候 你們都特別有耐心喔 都抱得住喔 啊股價在漲的時候 你們耐心就不見了 或者是股價不漲不跌的時候 你們就沒有耐心了 你們長期坐下來 這樣坐下來難怪會輸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店長沒有賠錢 他只是賺錢的股票抱不住 但是今天 今天 今天 有兩檔他抱住了 一檔呢 是店長太太 因為我們分享會之後呢 店長太太選中心店 啊店長就跟他說 啊中心店已經先漲一點了 所以他要選試店 好 我們就一檔一檔來看喔 來我們看一下中心店喔 中心店你一樣不會買在這裡的 所以 同學你看 你來參加我12月10號的課程 我就跟你說 我怎麼挑到這個族群的 為什麼我都會在這種 你們最討厭的地方 就進來佈局 佈局完股價沒多久就噴了 而且 我常常不是講完 立馬噴你們追不到喔 我講完 大家都有時間來佈局喔 而且都佈局在區間的低點喔 所以有coaching的同學 你們該追價的時候追價 該低掛的時候 雷老闆 都帶你低掛喔 所以你們真的很幸福你知道嗎 你們整個11月的績效 已經贏人家很多了 很多人11月都是沒有賺錢的 大盤漲了1000多點 持股沒有感覺 我們現在回到12月初 我們的重店族群還在漲喔 而且我們前面已經做了很多 低基期的產業電子龍頭股囉 接下來換重店族群開始漲喔 那如果沒有雷老闆 你不會買在100塊附近啦 你也不會今天我叫你加碼有沒有 這一邊還在叫你加碼 結果今天又噴出去啦 所以同學 重新店從我們看到現在 已經從100塊漲到126.5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恭喜啦 如果你們沒有這樣子 或雷老闆沒有這樣子 去刺激我們的店長 來店長我猜啦 他大概在這個附近 就今天看起來跌得很可怕對不對 這裡他大概又出掉了 那他可能又等不到今天喔 那你明天會怎麼樣 雷老闆也很想知道啊 但是今天至少族群信出來了啊 全部的重店族群除了四店之外 都站上了很多關鍵重要的MA參數啦 所以會不會繼續漲 我也是很期待喔 因為券商法人報告 雷老闆就跟你說嘛 那天還有貼在我的族群裡面 雷老闆就跟你說什麼 券商法人報告都會上修啦 你們要相信雷老闆啊 是不是全部都上修中興店了 都上修了目標價是不是都看到150 160了 券商講的喔不是雷老闆講的喔 我們買的時候是100塊 跟同學報告一下 時間真的很貴 好那店長選了四店怎麼樣呢 也沒有不好喔 四店今天也是離我們進來買的地方 接超過10%囉 但是你看喔 雷老闆那時候是跟你講 大家法蘇賀丸的成本都差不多啦 都在這裡啦 所以只要下來就有人要買 下來就有人要買 不會下來啦 所以你不低掛區間底部 你中興店買不到啦 但是呢這時候你可以回來看一下四店嘛 因為我跟你說族群會輪動嘛 我事事都講在前面 你自己回去看重播 我的直播不是只是一直秀我的口訊說啊 這檔要買這檔要賣 這檔要買這檔要賣 我把每一檔的故事都跟大家講 所以我跟大家說重店族群會輪動喔 這我已經講了 個股會輪漲喔 那哪一檔當領頭養 哪其他檔要跟上 這才是這個族群要漲的最重要 那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說 如果2457飛鴻充電樁動了 你一定要看重店四雄裡面誰有充電樁 那就是四店跟華城 所以四店華城怎麼會在同一天動 那就是因為今天他們除了是重店之外 他們也有充電樁 所以同學我們下來的時候 分批買進多少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01.5 你看97我還是繼續掛喔 101.3我牡丹續報喔 繼續買喔 叫你們加碼喔 104 105 我們買到了喔 100塊喔 所以新會員在進來的還是賺錢喔 還是買在今天的相對低檔喔 所以同學什麼最貴 你越早進來時間越貴 你賺回去的時間也越多 你的績效也越好棒棒 恭喜你給自己拍拍手 所以呢你看喔 四店就算你慢一點 你還是來了幾喔 而且我一直跟大家提醒重店族群喔 我連11月28號你們都說 連老闆你重店都已經一段時間了 你還在發重店的報告 其他字已經先漲了 我就跟你說你不要怕 11月28號你回去看四店的股價在哪裡 我還跟你說我整理了各大廠的法說 來誰的直播會跟我一樣 還整理了這些各大廠法說 跟你講亞利中興店 他們在法說講了什麼 新聞我也解析給你聽了 所以喔 有日報的同學 你們早早就掌握了整個重店族群喔 你們如果沒有賺到重店 你們要自己打屁股 但是 有扣訊的同學 你們賺到重店 那是天經地義的 因為我們真的研究很久 提早布局 知道嗎 所以你看 剛剛那個新聞 是不是跟11月15號的一模一樣 這是11月15號的新聞喔 重店四雄 第四季將寫家績 一模一樣的新聞啊 12月14號再講一次啊 了無心意啊 就不談了 11月24號的時候 雷老闆還跟你強調 中興店一定要看喔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有親人啊 所以有親人的當下呢 雷老闆還跟你講什麼 來親人事業貢獻營收 我還跟你講 你要去注意另外一檔親人喔 你要去注意另外一檔親人 他是不是從底部開始動喔 所以我跟你說 中興店你一定可以看喔 因為另外一檔親人 台灣概念股也從底部起來 拉了一段喔 這一段也不小喔 然後這裡平盤在整理喔 所以同學 要學會看族群性懂嗎 要學會找一間公司的 副題材的族群性懂嗎 重店是一個族群性 我其他的題材是另外一個族群性 這兩個族群性如果一起動 本身我一定會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找股票邏輯 最後要進廣告前喔 是1月16號的時候 來你去看這一集 是1月16號跟11月17號的時候 你去看這一集 我的直播就跟你講 為什麼重店四雄 會好於風店雙新 在我的選股邏輯 很幸運的 最近股價的表現確實是如此 我不是說我一定對 但是我給你數據去佐證 我把6家的財報 全部翻過一遍 我們團隊把6家財報 全部翻過一遍 才給大家這個結論的 所以同學 看我的直播可以學很多 訂我的日報學更多 那由我折訊的同學 就是把我的什麼 操盤經驗 給加速學走 我們等一下廣告回來 要講另外一個族群喔 就是我們今天有多檔個股 這個族群多檔個股 都已經佔上什麼 佔上年限了 廣告回來 我們馬上來介紹 好同學 我們上禮拜 我禮拜五年一集可以留言 就有人來留言說 老闆你可不可以操作一下裸盤給我看一下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我就是用裸盤在秀圖了不是嗎 那我今天呢 我就用全明星運動會這個當一個例子好不好 因為剛剛重點我們已經講完了 我用全明星運動會 因為這個族群比較環漲 但是呢很穩喔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喔 有我抠訓的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1402 如果你有跟我們裴老闆買古海螺盤的 欸同學恭喜你喔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喔 好裴老闆會怎麼看 第一個 我今天把遠東星叫出來了對不對 遠東星一直在我們的call訊裡面喔 裴老闆從這一邊默默的就陪著你們抱著喔 抱著我知道你們都很痛苦喔 但是我們默默的都賺贏了什麼 賺贏的殖利率喔 從30到31.6喔 好我們先看一下幾個關鍵指標好不好 通常呢 裴老闆在看指標的時候會先看說 欸這個KED也就是我們點的力量 藍色線有沒有向上穿越黃色線 有的話欸就是加分 第二個來看一下我們的乖離率 白色這條線是不是都在參數的上方 或者是剛突破兩條參數 白色上來這裡 這個就加再加一分 而且這個分數我放比較重 第三個就是我們俗稱的超R的MACD 這個是剛開始開始漲 所以你可以去發現 雷老闆很多剛開始在找的股票 低檔佈局的時候 他的MACD這裡都還不會漲這麼多喔 他大概都還會漲成像這樣 所以我們佈局起來的時候就特別舒服喔 不信我挑一檔給你看 我們來一檔一檔看 欸大家不要急 好所以呢 如果當這四個指標都還不錯的時候 折三也可以喔 折二也可以喔 我最重要的還是基本面 對這是我的加分項而已 好所以你會學會用喔 所以有羅盤同學這把他叫出來 學會跟著老闆一起看 通常不要紅色這個長得很高的時候 你才進來 除非是怎麼樣 除非股價激期脫離的還不遠 所以你來看喔 1402也是全明星運動會的股票喔 他的客戶也都是那些國際大廠 我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好所以我會怎麼看 我當初買在這裡的時候 較勁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就會覺得說 嗯這是一波上來的平台整理嘛 對不對 然後剛突破這一些長期參數 橘色這個 那我就會想要在區間的下檔來佈局 這是一個 我教得很快喔 因為這是平常是課程的內容 好接下來呢 我就會看他會不會沿著MA參數上 如果我要加碼 我會看MA參數有沒有關鍵地方 第二個呢 我會看呢 因為他這裡有太多MA參數了 上面的MA參數是壓力 下面是支撐 所以我會等他什麼 我會等他破今天 也就是今天這個很關鍵的地方的時候 今天全明星運動會多檔的股票 就收在相對的近期收盤高點喔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喔 全明星運動會 不要因為重電族群今天漲比較多 就忽約 我們一直放在裡面 口袋裡面的安全錢喔 安全錢這幾天也都是有在漲喔 好 所以你看今天遠東心也是一根2%多 因為他很大 他股本非常大 他今天也漲上來了喔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一個選股的初步邏輯啦 因為上個禮拜有人留言 好 所以我會觀察的就是MA參數 如果在上方的時候 這個壓力有沒有被過 在下面的時候支撐 是不是可以當做一個加碼點 那如果我解釋到這裡還是不清楚 因為這個真的很難短時間講清楚 我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因為你真的要這一套軟體 我們才有辦法來操作嘛 不然我不可能每檔開給你看 但是這是一個大致的邏輯 所以我會造就說 我當初的重電士雄 為什麼會找到相對的低檔 因為我已經有基本面了 我要的就是縮短我進場的時間差嘛 所以很開心喔 同學我們11月布局了很多檔電子 之後轉到重電族群來 很開心吧 對好 那接下來要講全明星運動會喔 全明星運動會呢 雷老闆每個禮拜都去廠刊喔 對 所以我那個鞋子買了六七雙有了吧 對不對 上一次已經開箱兩雙給大家看了 今天忘記帶來了 不然有一雙黃色的很想給大家看 黃色的那一雙愛迪達很漂亮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有看過遠東新了對不對 我等一下先給你看一下這個 這誰 來同學看我 我上個禮拜是不是就跟你講 你去看上個禮拜的直播 我是不是就跟你講 應該是我十月就跟你講了 你今年要抓全明星運動會的股票 你就盯住三支就好了 而且這三支的股價會走得一模一樣 對我很想要秀VCR 但是我今天忘記把它存起來 導播我們要存嗎 沒有 好所以我們明天來播給你看 如果明天繼續漲的話 但我跟你講同學 你只要看Nike 看愛迪達 看Lululemon這三支的股價 怎麼樣 怎麼樣 只要還在過高 你看是不是又過高了 來啦你們說盤很震盪 Nike愛迪達 歐洲最大的 美國最大的 這運動品牌場又在過高了 你們覺得它的供應鏈會不漲嗎 今天的遠東心過高了 今天的百合收盤高了 前兩天就過高了 你看 快速復習 你看藍色線絲絲都在上面 白色的 來又往上穿一次的 紅色MACD 對都是紅的 好所以 短線就不會急著出 因為指標都算有利 所以我們撐過了這一根大黑K 這一根還開把縮 你不說我愛违法說是法會 但是我跟你說 你要撐住 我們在綠色的這一根 黑色這一根 我們call soon的朋友做見證 我們進去加碼在盤中最低點 62到62.5 來就那一天 還11月30號當天下午就秀給你看 去掛 牡丹不秀給你看 牡丹在這邊 去掛62.5有沒有成交 所以當大家害怕說論壇變法會的時候 我們卻是進去接的 有沒有覺得跟聯勇那一天很像 所以你在看新聞做股票 你新聞你再不好好的思考 你就進去做股票 你就會在那一天出 然後一嘎就幾% 你會從57點多再度被嘎回62點多 你自己除一下 是不是又45%不見了 如果沒有雷老闆的話 你是不是又會跟過去一樣 所以雷老闆以前也是韭菜 到今天還是一根韭菜 只是我是很大的一根韭菜 我人稱韧酒 很強韧的韧 割不斷 我們要當韭菜 因為我們是散戶起家的 我們就要被割不斷 知道嗎 所以要當一顆韧酒 韭酒強悍的韭菜 所以9938你看我們那一天下進去接 你想要割我這個韭菜 我不讓你割 我還進去掛在盤中相對最低點 那天62.1 我們掛買62.5 你今天出你還是賺錢的 對不對 來很害怕 很害怕來今天收多少 今天收64.5 你一張還賺2000塊同學 但你有勇氣嗎 但你有勇氣嗎 常常人家講 我有酒 你有故事嗎 對不對 那我有低 我有低價 我有開低 你有勇氣嗎 沒有勇氣 你就賺不到這裡的4到5% 好 會不會繼續長 一樣的邏輯 族群性 同學 跟重點一樣的邏輯族群性 今天遠東心 你覺得他那麼難過 老闆好難過 我當你會以為很難過 你拉長來看 今天這個K棒走得漂不漂亮 就算他明天洗回來好了 全部的MA參數變支撐 在上面是壓力 過了回來 全部在下面做支撐 你覺得他下一帕要去哪裡 同學 思考 來導播讓他看圖 你覺得下一帕要去哪裡 我們這樣的圖 是不是走過好幾次了 是不是 是不是每次我們都是 買在這種地方 然後讓他來走過這些MA參數 再來 再往上 然後大家就會在一個 相對的高點出場 而且都很開心 所以做股票開心 同學 有沒有 要這樣子笑著 要開心 對不對 盤不好的時候可以低接 法說不好的時候也可以低接 開心啊 不然你不回來 我怎麼接 對不對 衝出去的時候 大家不敢賣 我們賣在相對高點 同學 紅杰科回來了嗎 紅杰科到今天還是沒有回來 對不對 後續回來又怎麼樣 我們轉到重電又賺他一波囉 很開心喔 所以同學我們今天不只布局重電 還布局很多其他囉 所以如果你想要追上布局的同學 要趕快來當喔 趕快打電話進來知道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1402遠東心 9938的百合 9938的百合 然後還有誰 9904的保存 你看保存今天也是收盤高喔 那你會看了吧 保存下一個要考 考慮的關卡在哪裡 他在這一邊糾結 他就是為了要去碰哪裡 對不對 他在這一邊糾結啊 剛剛的遠東心在那邊糾結啊 周杰倫講的啊 愛開始糾結啊 愛這個糾結的力量越大 想要去挑戰的機會就越大啊 不然他在這裡糾結什麼 你在路邊的時候你在那邊糾結 要不要去搭訕一個女生 你糾結了越久 最後你就會去搭訕嘛 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就要衝一發嘛 對不對 失敗了再說吧 所以你看 神之手你不要在那邊笑 對 我們講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看 全部糾結在這裡 今天一口氣給它噴發下去 明天會怎麼樣 不知道 你去告白的時候 會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嗎 不知道嘛 所以就等吧 但是我們去告白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自己很有自信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也在這邊糾結 他如果真的過高就要壓回 過高就要壓回 這裡為什麼要糾結 我就問大家這個問題嘛 所以你看 11月8號的時候 我們就進去蠻遠東心了 29.9到30.1哦 這就是剛剛我講的這個位置 愛開始糾結的位置 你會買在這裡嗎 我不相信哦 同學 我不相信哦 對不對 你回來你敢買嗎 我 我不相信哦 所以11月8號我們就有進去囉 最難看的均線 雷老闆陪你度過了 同學 我講的故事 你其實都聽得懂 你也認同 你就是缺一個人 每天早上用抬訓叫行李掛單 你就是那個沒有紀律的 跟我一樣健身要請教練的啦 對不對 都會讓自己變好 幹嘛不請 對不對 我請教練我就知道我會去運動啦 我幹嘛不請 所以會讓我變好就好啦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抬訓都會變好了 幹嘛不請 對不對 所以同學要注意哦 也是五六趴哦 保存哦 一樣哦 10月19號開始進去布局了哦 從29到現在了哦 今天過高了哦 過收盤高了哦 牡丹續爆哦 還有進去加碼哦 所以同學新會員還敢買哦 自己看一下啦 如果沒有雷老闆 你熬得住嗎 你熬得住嗎 對不對 所以同學 新聞是都在講我們講過的東西 所以網步恢復成長 明年營運看晚上 我那時候是就跟你說了 那三檔 Nike 愛迪達那些股價走在前面比較重要啦 就是 成衣場哦 誰誰又很好 11月29 誰又很好怎麼樣 你這個時候來布局 你成本都差5%了啦 好不好 啊最後你一定想聽一個新的題材嘛 我們最近布局一個新的題材 叫低軌衛星嘛 那低軌衛星裡面我有一檔 我已經講到爛了嘛 從分享位就開始講了嘛 對不對 今天創高了 同學 很勇哦 阿婆啊你真勇哦 金寶 金寶貝 你連8紅K還給我搞個連6黑哦 而且這連6黑有夠難受哦 要跌不跌哦 市場還是會說 是不是會有利空啊 怎麼樣的 同學 你不要理市場嘛 你等我直播嘛 或者是你等我抠訊嘛 對不對 為什麼 我秀一個數字給你看好不好 我秀一個數字給你看 好奇怪哦 全市長在傳利公 前這上個禮拜不是外資在那個NVIDIA之後 外資開始賣嗎 後來才又慢慢買回來嘛 很奇怪哦 在外資不太敢買的時候 外資一直在買某一檔 外資在買哪一檔 阿婆啊 有沒有 婆啊 金寶 2312 接下來很奇怪哦 市場會開始很強調很多公司在泰國有場哦 我們阿婆啊在泰國有場哦 對哦 今天股價占上16塊了哦 給自己拍手哦 我們買在哪 14點多15塊哦 所以同學 你又差人家半個月 成本又差了 七八趴走了吧 明天如果到16點五我們買15塊的 好像真的有差耶 再看下去好像真的不太妙耶 再看下去 等到明年產業都說復甦好棒棒的時候 明天產業復甦了對不對 明年第一季完 哇 我們產業一片看好啊 都有訂單了 股價現在就在漲了啦 等到明年那時候你再來 龍美虎啊 真正龍美虎啊 你會找得到這種底部 來剛剛重電 剛剛紡織 剛剛低軌 現在低軌衛星 你可以跟雷老闆一樣找到 都離底部不到10%的地方進去佈局嗎 如果你今天沒有我的口訊 你有辦法找到三大類的族群 離底部都不到10%嗎 你門心摸起良心問 還是你永遠都是追在二三十趴 你現在想想以前的自己 你如果認同重電族群 你是不是之後 可能中興電你追在一百三十幾 你亞利追在七十幾 市電追在一百三 華城追在三百五 會不會 會不會等那時候全市場都在爆的時候 你才看到了 但是雷老闆的抠訊 在那個時候都脫離了成本 漲幅都是兩成三成四成以上 都有秀抠訊給你們看 直播也都有講 所以同學 誰在買 阿婆 外資 外資這裡沒有買到 會不會他出來壞壞在那邊亂講 奇怪了 外資黑K一直買 紅K你沒買到 你看你看 外資又這樣 紅K賣了不開心 有沒有 這裡都黑K 有沒有 奇怪 外資就回來一直接 為什麼你能不跟你老闆一樣思考 說什麼 這禮拜如果有利空 要不要拉回再買 如果他股價先漲上去利空 再疊回來到原點 你還不是買一樣的地方 都已經離底部10%了 底部10%的那麽好防守的位置 你不先建一點眼單部位 你等他真的拉出去了 你有勇氣建 今天如果一口氣又拉到17塊附近了 你會說 我看的時候才14點多15 是吧 所以要的是勇氣 愛真的是需要勇氣 愛一檔股票也是要勇氣 對不對 所以外資有在買 來 新聞也開始寫了 哇 也不是這個新聞 秀錯 所以同學你要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 明天找那個新聞給你看 所以金寶你要看 新會員買進 11月27 不就在這個區間地方 還在買 所以同學我們跟外資一樣 可是我們領先外資 我們11月17號的時候 不更早 我們在這裏就在買了 你覺得他這樣 整理的這麽漂亮 外資在這裏一直買 外資會進來借刀嗎 好像不是吧 然後市場上所有利空 結果外資一直賣 結果外資一直賣 現在今天長這一根 你覺得明天會怎麼樣 來同學我們開始看 你要操作 你要看裸盤 來 一樣的邏輯 是不是全部的MA參數站上去了 在下面都變成支撐了 你自己看啊 是不是全部的MA參數都站上去了 他在這裏糾結這麽久 愛開始糾結這麽久 過了這裏 你覺得當初他想要挑戰的是哪裏 好像是這裏吧 那他在這裏挑戰了這麽久 糾結了這麽久 你覺得他想挑戰的是哪裏 是不是又很類似的圖啊 雷老闆你怎麽都找得到 這種底部糾結之後 我們都以為是壓力的 然後站上去之後 右上方好像都還有機會的 同學 所以我們當初找金寶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講喔 因為他除了是技術線型在低檔之外 你用一個操作面來講 你非常好防守 第二個是低軌衛星題材 再加上他本業的獲利 明年有機會看到兩塊錢的時候 這個股價不管是用本益比來看 還是虧轉銀來看 還是低基期上來看 還有題材來看 都很漂亮喔 所以同學這就是雷老闆找股票的邏輯 懂嗎 我想要的保護的是你們 我不會說哇 我去追一個超級高的股票 然後火中取利 哇現在打動人 怎麼樣 跟2020年一樣瘋狗流 然後賺10%很厲害 我是希望說我們能不能從底部穩穩的 抱上來 盡量不要去碰到我們的成本 賺個5到10% 先保住 接下來呢 等到兩成的時候我們獲利再保住 我們不管他以後是不是飆股 我要幫你做的就是這樣而已啊 我很care你口袋裡面那個僅存的money對不對 可以再投入股市的money 所以雷老闆做股票是這樣喔 你看看今天的重店 你看看今天的紡織 你看看今天的衛星 我們每一檔都很保護喔 所以你們要跟緊雷老闆 知道嗎 好 所以節目的最後呢 雷老闆一樣要送大家一句話一段話啦 耐心是智慧的伴侶啦 你們從剛剛那些股票 還有他們那麼艱深的走勢來看 耐心是智慧的伴侶啦 請用研究豐富你的視野 用投資 跟著雷老闆一起品味人生 今天節目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麻煩幫我們按個讚 把它分享出去 投資不迷路 老闆幫你顧 我是賺報雷老闆 拜拜 我今天有 weights 我們要幫忙 多謝 國人 五 八 五 五 六 五 五 八 六 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